在了解意见与知识的差别之后 一个好的读者要怎样能够从意见的层次进入到知识的层次呢 那么这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也就是读者呢 他所面对到的困难的第二点 那就是呢 注意细节 而读者最容易面对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呢 我们往往忽略细节 因为我们容易被一些渲染力十足的所谓经典画面所吸引 然后在这个经典画面中 我们沉眠 我们酣醉 我们在里面呢 不断的渲染 而以至于呢 我们容易被这样的一个画面所局限 但一部伟大的经典 他实际上会在所有的字里行间去透露 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相关讯息 经典画面固然重要 固然抢眼 然而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日常生活之流当中 逐渐累积 逐渐建构出来的 当我们在情绪的顶峰 在最具有戏剧的张力的那一瞬间 固然很具有爆发力 而且呢 也最为光彩夺目 然而 我们都应该知道 作为一个人 那么了解这个人 事实上还必须要在 如细水长流 琐碎平凡的 这个生活细节中 也才能够真正看到他的精神 因此忽略细节 可以说呢 是阻碍了我们从意见的层次 进入到知识的层次的 另外一个挑战 所以对忽略细节的这一点来讲呢 其实中外的许多文学批评 都已经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先举西方具有创作经验 跟评论意见的Harry James 他的一段重要的话来作为参考 他在小说的艺术这篇文章里面 就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 要说某些情节 在本质上比别的情节重要得多 这话听上去几乎显得幼稚 这两句话就如醍醐灌顶 因为在我个人的教学经验中 或者是我所面对到的 很多的对于经典的评论 事实上都不自觉地陷入到 以所谓的重要的情节 作为评论依据的这种情况之下 而忽略掉 有一些所谓的比较细微的情节 它事实上呢 跟所谓的代表性的情节 是一样重要的 那么Henry James就已经当头棒喝 他说你如果以为某一些 锁锁碎碎的细节要比较不重要的话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阅读心理 也是一种非常幼稚的 一种评论的心理 一个评论家 他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不应该把一些细节呢 就视之为不重要 而加以秉除 如此一来 其实是自毁长城 因为他的评论就会建立在受到损害的样本当中 而这当然就会失去掉他的客观性跟普遍性 那么Henry James呢 他进一步地来说 为什么所有的情节都是一样的重要呢 他用一个生命的概念来解释一部经典的有机性 他说一部小说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像任何一个别的有机体一样 它是一个整体 并且连续不断 而且我认为 它越富于生命的话 你就越会发现 在它的每一部分里 都包含着每一个别的部分里的某些东西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拇指也许跟心脏的重要性是不能相比 然而作为拇指 我们失掉它 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力 会造成不变 它也会使得这个生命行动中的平衡 失去了它的完整性 同时 这个小拇指里面的一个细胞 它跟心脏里面的那个细胞 事实上它所隐含的讯息 它所隐含的DNA 它的讯息密码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认识底下 我们不能说拇指里面的细胞 它的讯息量少 它比较无足轻重 所以我们就忽略它 不管它 那么只关注在所谓心脏的细胞的解码上 这当然就是就一个小说家跟小说批评家的Henry James来说 这都是非常幼稚的一种意见 那么实际上 这个看法完全是真知灼见的原因在于 既然小说是一个非常偶心力写的一个产品 那么伟大的小说家 他既偶心力写 又有杰出的叙事技巧 又有非常丰富的对人性 对世界的认识 那么当他行诸笔墨的时候 如何可能有所谓浪费的不重要的笔墨 他在找自己麻烦吗 他太闲吗 为什么他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去放一些所谓不重要的东西呢 所以合理的推测 一个好的小说家 他应该跟一个好的研究者一样 在他的文字里面 没有多余浪费的笔墨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之下 我们其实也应该要重构读者的阅读心态 原来每一个字句都是一样的重要 都是作者要他出现在这个作品里的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如何可以以自己的感觉来分轻重 来分重要与不重要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Henry James会说 要说有些情节比较不重要 或者是比别的情节重要的多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心态 除了Henry James的话之外呢 也许还可以再参考一些别的评论者 所提出的这种批评的原理 或者是一种阅读心态的省思 例如 在一部有关研究写作 以及文艺作品的批评的一个建议当中呢 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就建议我们 我们在分析文艺作品的时候 其实该注意很多的事情 因为既然这部作品是一个重要的 作家所展现出来的 由文字所组成的整体 那么我们事实上就可以透过这个凭借 来了解这个作品中的许许多多的讯息 他的建议告诉我们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作品里面重复的部分 例如呢 他重复了哪些字词 有哪些意象是不断出现 有哪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重蹈覆彻 那这种重复性呢 其实就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 所提供出来的一种意义的线索 那么除了建议要注意重复性之外呢 他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对比 因为重复是指同样的东西不断的反复出现 而对比呢 却是在一种不同的对照的情况底下 而呈现的 那么就注意对比这件事情而言 他就是教导我们要检查角色 行为价值观意象 还有呢 很多其他的例如 善良与邪恶过去与现在 这些呢 不同范畴之间的对比 那么这样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现象 以及发现问题 然而 除了注意重复 注意对比 这样子一个 我们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一种文艺批评方式之外呢 他还苦口婆心 最重要的是 他还要告诉我们 一定要记得 好的文艺批评 就是要检阅细节 因为他说 如果说作家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含义 这有可能言过其实 但是 我们都可以同意 多数优良的作品 它的细节 的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 而绝非偶然 所以 我们再一次听到类似的提醒 再一次听到类似的警钟 他告诉我们 细节绝对不是不重要的 细节跟所有其他的 我们所容易注意到的部分 他同样重要 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得非常好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也往往在细节里 我们才看到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不自觉的或自觉的许多的讯息 就消融在这样的细节当中 而隐隐然的成为生命的基底 我们只看到爆发性的瞬间 戏剧张力强烈的那一刻 但是那都只是一个人 或一件事的一个局部而已 记得也曾经在他的名作 窄门这篇小说里面提醒我们 不要用一个人的一瞬间 来判断他的一生 那同样的 我们也不能够用一个 所谓代表性的画面 就来判断整部作品的意义 所以细节 它分散在更多的部分 它更是这个人 或这件事或那个世界 所有的根据地 那么把所有的细节整合 来加以分析 这实际上呢 才是逼近知识的不二法门 因此细节的重要性 不但在原理上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红楼梦》 这部经典来看的时候 也同样可以看到《红楼梦》的知己 《红楼梦》的第一个伟大的参与者 知焰斋 他也曾经以一个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一个身份 他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说 《红楼梦》的作者 从不做安逸苟且文字 那么作为深深了解《红楼梦》创作底蕴 以及曹雪芹作家的一番心思的 这样的一位独特的人物 知焰斋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 作者是从不做安逸苟且文字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读者可以认其意见 自认为有些细节是所谓的安逸苟且 说那是曹雪芹随便写写的 这个说实在是读者非常的不负责任 实际上这样的读者就是在自贬 那么自贬为 犹如Harry James所说的是一个幼稚的读者 那么我们真的要这样子的 做一个意见层次的读者吗 在一个意见的读者的层次上 我们当然可以同样有自己阅读的权利 跟自己在阅读中所获得的斩获 但是我们很可能就会离经典越来越远 那么经典到底为什么这么的需要重视细节呢 我们可以再引述一段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所说的话 他说我们在路段中必须避免各种极端 当然每一个极端都是真实的 但仅仅是从事物中抽出的一个方面而已 只有包括事物各个方面的思想才是完整的真理 这种思想能够掌握住自己 不让自己专门成立于某一个方面 但是呢能够从他具体的统一中看到他们全体 这段话的重要性就是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忽略细节 当我们只注意到某一种价值观 某一种个别符合我们的倾向性的那些论点的时候 都一样的真实 就好像我们的阅读呢 都是那么的真切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都只是在意见的层次 都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都只是事物在一个角度底下所呈现出来的风貌 那么只有读者能够转换自己的视角 只有我们掌握更多方面的细节 然后加以整合所得到的才会是完整的真理 那这样子的一个有如完整真理般的 能够包含事物各个方面的思想 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能够掌握住自己 掌握住自己的意思是说 它不会倾斜 它不会独断 它不会专门成立于某一个方面 那么而能够呢 有一个所谓的具体的统一 然后看到事物的整体 而我们的读者就因为太习惯于停留在意见层次上 太容易把细节当作是无关紧要而加以忽略 以至于我们就常常留于专门沉溺于某一个方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发出的批评 我们所阅读到的成果 就无法掌握到整个作品的具体的统一 当然也就看不到它们的全体 那这当然是有遗憾的 因为作为一个读者 我们总希望不断的成长 作为一个读者要去探索的经典 我们也希望能够不断的看到这个经典的伟大与丰富 但是当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忽略细节 轻视细节的心态之下 我们其实真的就在画地自现了 我们只单念于一个方面而感到自足 那这样的自足也就没有办法从意见的层次上升到知识的层次 而这么一来 对于这部经典的完整的全体 我们就会越来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